你 这里就是你的家了 不要怕 以后你就跟着我一起住 如果你不想叫我爸爸 觉得不奇怪的话 也可以叫我叔叔 陈爸爸 小子 行啊 今天是你第一天回家 咱们和张颖聊个纪念好不好 我就想问你 二事 和张颖色 小子 你真要不知 你真要不知 慢点喝 爸 你看你这一改口就总这么叫 我还真有点不习惯 你为什么当初非要拦着不让我做记者 你自己也是个知名记者 为什么后来也放弃了 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了 就是好奇 你可以教训我在新闻方面没有天赋 感谢大于理性 不能客观地陈述事实 但是你呢 你可是拿过新闻奖的 为什么后面也放弃了 没什么 就是觉得有更有意义的事可以去做 什么事情 比做了十几年的记者更有意义 你不是也觉得做经纪人 比做记者更有意义才转得好吗 你自己都做了 就别再笑活了 没那么多为什么 你既然那么在意我走不走正路 在意我这个便宜儿子 你为什么当初就不向我解释一下 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 虽然我们不是很亲密 但是你知道 我小时候 很感谢你很崇拜你 就是因为你不让我做记者 我们才第一次闹饭的 你非要在我生日上给我犯旧账吗 我爸妈出事的时候 你在哪儿 这是当年报纸的照片 距离现场最近的爆炸场面 是你拍的 对不对 他们发生车祸的时候 我妈妈拼命让我逃跑 让我去找大人求救 我遇到第一个人就是你 你口口声声答应 你最后跑去拍照了 对吗 你为什么不救他们 我当时已经打了报警电话 警察很快就会到 所以你就袖手旁观 不对 你比袖手旁观更冷漠 你拍的是临死求救的人 你怎么能在当下那么正气 又冷漠的拍摄 正在向你求救的人呢 所以你这么多年收养我 是因为愧疚吗 你十几年的收养 都是因为愧疚吗 这么多年 我一直觉得 是不是自己太矫情了 为什么不能把你当做 自己的亲生父亲 因为是你 在所有人抛弃我的时候收养我 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所以我拼命地靠近你讨好我 我做记者也是因为对你的崇拜 你所做的一切 难道都是因为你内心的负罪感吗 还是因为你内心的愧疚 我没有罪 也不用还什么债 那些都是意外 谁也没料想到 即便我不拍这些照片 也改变不了任何结果 所以你说的这些 都是真的为了不好 不许用我爱的人的领域和未来来要挟你 让我对你连天计算 你对你亲生儿子也这样 你 我不会再任用一百步 我也不再相信你 从今天开始 你走你的路 我走我的路 你的抚养费 我会一点一滴地 还给你 你做你的路 你还没想到 你还不够 你做什么 你做什么 我做什么 是吗 我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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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什么 我做什么 我做什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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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以为你早就到酒店了呢 刚刚跟导演聊戏耽误了一会儿 你的戏份还有多少天上前 一周后 不过我这几天戏份就已经很少了 怎么了 你找我有事 你安心开戏 等你杀亲 好 那你等我杀亲 嗯 我